现在的商家这是一句死话都没有 咱们先看视频 据说它被称为救命刀 很多男人都随时随地把它揣兜里 因为它尾部带有破窗锤 别说是割绳子材质拆快地了 就算手刃百只积压 就跟玩一样轻松 剔骨切肉如切瓜 快到你难以想象 买回了 9块9一把 咱打一看看 还有一个皮套了 它这个很有分量 很重 它这个全身都是金属的 这有一个破窗器 咱把它展开 来看看是什么样 咱再给它合成 然后这样 就合成 质量确实不错 咱现在试试风不风利 咱先削个A4子试一下 感觉不是很风利 切个不平时 这也不行 这一点也不愧 给你们看一下快地刀是什么样 老清爽了 我说说说说说的 你看这玩意 看法就不行 再削个纸壳试一下 哎呦我天 这费劲 死老大 哎呦我天 这一切 你看这刀是什么样 你看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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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有对比 那么伤害 它这削纸不行 咱削个苹果试一下 削苹果还行 这也就 哎呦我去 干大了 切苹果试一下 哎呦我天 这个费劲 一点也不愧 给死老大还劲 我找不找水火刀了 用它试一下 你看我这一点不费劲 我之前 我之前推荐那个水火刀 找不找 要不然就用那点的 切苹果 哎 哎 你看快递 一下就嘎透 这个刀真的是很顿啊 你看 千年萌都没有看 啊 我得老死心了 才能给它切透 咱再割个省子试试 哎呀 一点也不快呀 这小刀也拉错了 本来我觉得它挺好的 你用它拆快递 切个水果没问题 但是它根本没有演示视频 宣传的那么锋利 你们觉得它值得购买吗